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简单讲一点 劳斯莱斯这间英国公司得到一个撥款 在月球那里做一个微型的核电反应堆 这个问题有两个角度 其一就是劳斯莱斯这间公司 实际上都很传奇的 它之前有一位著名人物 有两个人名 一个叫Royce 所以叫劳斯莱斯 这位Charles Rose 大家后面看到这个是英国的劍橋大学生 就是Trinity College 劍橋最近那间学院 十几岁已经拿到专利权了 劳斯莱斯的引擎是他一手创造的 结果三十几岁就撞飞机 那时的飞机撞死了 证明这间公司本身都是很厉害的 还有英国都是出了人才的 不过不知为什么现在就少见了人才了 但是我们就不是最关注这件事 关注就是根据这个说法的话 根据这个说法的话 美国现在很坚定一定会在月球上面建个基地呢? 绝对是的 你说得在那个能源那个装置 其实就是你要建一个维生装置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你离不开的食物循环 水的循环和这个能源的使用 就是你建立月球基地最重要的那几个元素 有些很小的就是我怎样可以利用到月球的土壤很容易起到一间很实际的屋 而这个屋是银石撞下来 我都能顶得下的呢? 那很有趣的就是有人试过用火式的土壤来做 就做到那些挺不错的东西 很硬的 纯粹用火星的泥去加一些那些像江湖那样的东西 就是一些很轻巧能够带上去的东西 于是乎弄出来的砖头就很硬的了 那如果月球里面其实一样有人去想这件事 就是我们希望可不可以尽量可以就地取材就就地取材 但是当然如果讲到能源的话 我们希望以一个可以熬到很久的能源 所以一定就向这个核能去埋手了 在地球上面我们去整一个最能够轻巧周围攜带的核电机组 就是核潜艇那些 但是问题就是你核潜艇这个发电机组 是不是可以直接放上火箭 到射上成为月球基地的发电机组呢 那这个有一个问题 首先在核潜艇里面那个发电机组 它要冷却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 因为它浸在水里面 是不是 但是当然了 你如果要是令到核潜艇的消声匿迹 它当然也要有一个它自己的方法 来引力这些这样的热的讯号去传出来 那实际上它的运作是怎样呢 那我这里就没有一个的资料在 但是我只是想说一样东西就是说 一些原本可以在很轻巧地放在核潜艇的机组呢 你要放上去的月亮里面 你要有其他技术问题解决的 冷却的问题啦 你怎样可以运输那件事 是不是真的是足够轻来让你放上去那个火箭那里呢 就是现在你说的运载量 是说以十多二十吨的运载量 它可不可以做到足够这样的轻巧地放上去呢 而且就是所有的组件 不是只有一两个 跟着上去就是说 你那种 就是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建筑物可以方便去放去 是不是整个东西就这样 那运了上去放在那里可以直接有个插键 就可以立刻用那样呢 那很明显就是说 现有的这种微型核电机组的技术 是还没有设计到可以适应在月亮上面使用的 但是这里又要提醒我们呢 其实在这几个礼拜前 我们都报道过路斯莱斯 他已经是又是投了标的 是准备帮手设计火箭引擎 核能核动力的火箭引擎 而这个核动力的火箭引擎 是决定了我们去不去整个火星 因为如果用现有的引擎技术 飞太久了 飞几年 一来一回几年 那些维生的装置又要多又要成 所以我们又要搞 又是路斯莱斯下有份参与 核动力的火箭推动的一个引擎 然后它还包含了这个微型的月球核电厂 那其实有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你探索月球 探索火星 就变得更加轻巧容易 那也都我会觉得是更加可行的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你如果不是有心要在上面建基地呢 你不会搞那么多这些东西 而且这东西不是为了月亮的计划的 是为了未来的就是说 去火星都应该用 甚至乎说 就是讲到好像科幻片一些 如果看回那些日本七八十年代的 那些科幻动画那些 人类要走烂 坐火箭走烂 去投靠第二个星球 你没可能不带着 这些核动力的发电机组在那里 去到那个基地 立即就自己有发电厂 然后再有一定的能源 让你慢慢找一些新的能源 其实就是这样 它也有讲完的 它是modular的 应该拆得开的了 就不是整个东西拿上去的 这个大家要记住了 是的 2029年它们会做到一个model出来 那现在的速度是相 因为今年已经2023年了 几年之内它会搞到一个model出来 这个是很快很快的速度来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先 月球的引力和地球不同 这个是没有影响那个发电的 我想就不关事了 它纯粹就是 它那个核反应里面 牵涉到那些东西 就是地球那个万有引力 给出来的效应 你可以不用怎么来的 就是这里我讲的那个引力本身 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那你讲到就是它要弄到modular 可以拆件 于是你可以分几支火箭射上去 然后去到那里再继续在一起 甚至乎它可以做到轻巧的地步 就是就算我在月亮没有工具 叫那些太空人自己 找一些比较轻巧的 就是可能我不知道 可能想一架 一架拿来 拿来起重那些car版的车 都可以由那些太空人自己砌 都不停 而且它会受惠于我们现有地球上 看到我们上一次提到那种微型核电机组的技术 它会做到很轻巧 而且太空的版本会更加轻巧 轻巧到的地步就是 就算太空人穿着很重的太空衣 都可以操作到帮忙去做组装 那我可以预期就是 就是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推进 好 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们讲了一个很新很新的新闻 新到就是刚刚几个钟头之前 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一个水行星里面 看到有维他命 这一枝这一枝其实家里也在买的 就是这一枝你平时 维他命B3 是的 是的 但是他竟然说在太空上面 在一个小行星上面的泥土里面 你都找到 其实是这样的 原来我们以往 在我们跌下来地球的银石样本里面 都找到这些好像跟我们生命有关的 营养要素和生命的痕迹 但是很即时大家就会怀疑 那是这个银石自己本身带下来呢 还是本身它跌下来地球的地面 被地球的环境污染了呢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很确实的答案去肯定 就是说太空这些这样的物质 会不会有很多的有机物 甚至乎我们去形成生命一些很重要的营养要素 那现在我就觉得有一个很确实的答案 就是由日本这个龙公的这次这个project 就给了一个答案出来 那其实我上两个星期又提到 这个哈亚布莎和龙公这个project 带了一些石头下来 就发现了很多有机物 但是原来它枕了下来 因为它落下了 有一些很正的发现出来的 那这个星期它公布就是说 它找到一些拿来可以堆砌到RNA 这种遗传物质的基本的积木 如果DNA呢 我们就知道那四个基本积木就叫做ACTG 就是它们那几个这样的base 由这些ACTG就砌成整个DNA双螺旋结构的资讯 RNA是单螺旋的东西 大家不注意可能在瘟疫时打针 就打那些RNA针 那里面就是单螺旋的东西 里面就不是用ACTG这四个积木去砌出来 是用AUCG这四个 就是只有T变了U 而今次在这个龙公小行星 由日本这个天文计划 拿回来的龙公小行星上面的碎石样本里面 除了找到很多有机物之外 找到U这样的积木 所以你就是说它要形成这些RNA遗传因子的基本的这些化合物 原来是在这些小行星上面就已经有了 不止找到维他命B3 维他命B3呢 就是纯粹凭我们最基本认识就是说 在我们的新陳代謝过程里面 他参与新陳代謝过程里面 将我们的食物转化成为能量的那些过程里面 他会参与 所以其实就是说 在我们这些这样的星体上面 他没有生命的迹象 但是很多在生命迹象里面 有参与过程里面的生化物质 原来是有些在那里面 那这个龙公计划给我们一个很正的结果 那对于我们在生命的起源 有什么启示这个发言 如果你喜欢外星的人就会开心了 就是说更加会有人说 其实这些这样的形成地球生命的物质 根本上就是外星来的 还有呢 今次这个龙公这个小行星 凡是小行星的人 很多时候就是牵涉到 伴随着整个太阳 是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些东西来的 所以其实就是说 会不会我们自己地球上面部分的一些生命物质 就是由这个太阳是形成的时候已经来的呢 它不需要由地球上面自己由零开始挫出来 但是就是伴随着整个太阳生成 然后就已经有一大堆这些有机化合物 整个地球形成的时候已经有 到了地球出现地壳的时候 从上面又掉下来给你 这样的样子 就是这种呢 它为了地壳上面准备生命形成的时候 不停地添加营养要素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整个太阳是形成的时候已经预备了给我们 而一次火火的给出来的知识 新的知识就是这样的 而呢 有一个很有趣就是说 因为美国它都有一个跟日本差不多类似的探索计划 我们也有报道过的就是叫它探索另外一个很近地球的小行星叫Banlu Banlu和龙公它都是来地球相对比较近的 日本就探索龙公小行星 美国就去了探索Banlu的小行星 而美国Banlu小行星它都有採集样本 而这个样本就准备在今年的9月就发送到地球那里 所以这件事我觉得值得今年来去真是好好跟进 甚至乎我有机会成为了今年度对于我们地球外那些有机物质的起源 就给了一个很大的答案在那里 会不会成为年度新闻呢 那有机会 那现在我们要等着呢 如果到了美国的探索Banlu这个小行星的计划 回来的那些样本里面都找到这些东西 甚至乎更加丰富的这些去形成生命的那些比较复杂的化行物的话 那我们就更加可以去肯定到 其实我们地球上没有生命之前 这些生命所需要的营养要素这些东西 其实已经是周围都是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已经很大胆讲一句 就是在这个宇宙里面其实有很多有机物质的 我会说是 可以不只是在个别的星球上面 甚至乎星際塵埃里面都有 至少那些碳氢化行物很容易 有很多很複合的分子会有很多 但是如果说这些比较可能在结构上面脆弱一些那些 其实应该都有不少的 说的是有氨基酸 可以准备形成蛋白质 有这些刚才说的 这些叫Eurasia 这种Nucleic acid 这些核酸 那它就准备可以帮它们形成RNA 然后万一有生命需要新层代謝 基本上有些维他命都有在 而且很多时候这些生命 就是这些这样的物质就是 它是比较容易被热一些 它可能就已经烂了了 但是你会发觉就是在这个 这样的小行星上面都能够保存一些 尤其是在地球上面这一个 那麽容易有相对于下 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里面 跌下来地球一些 能够被妥事保存的机率 我觉得是比较高的 所以地球也是有它 因为自己的气候条件 令到你更加容易保存到生命所需的 那些这样的影响要素在那裡 那我们以前都讲过一个叫Drake Equation 那这个发现对于说里面那个变数的增减 有没有影响呢? 我想最主要在那个 那你这么说 Drake他去设计这条 这个评估的时候呢 他很浪贯的 他认为基本上 你那个星球有得那个地理条件 那麽气候温和 有那种材料的话 就一定人用到生命了 那所以呢 就是 他已经计到那麽乐观的时候 我觉得 对于他的那个 就是 估算的结果 没什麽改变的 就是 就是总之很乐观 他就认为 是的 他就认为就是 就是基本上 我们不特别的 我们这儿找到的地球 我们这儿找到的地球 周围的小行星 那些隐石上面 有那麽多的有机化合物 那其他的太阳系都会是这样的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呢 就是那个生命的形式 我们是 是不是一定好像地球那样呢 例如我们 譬如以这个氧气 作为一个 就是呼吸的基本的要素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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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可能不是的 其实就算我们自己的地球 原本都不是的 那这儿又要讲到另外一个的研究了 就是我们不小心 就是真的由这个的核电 就是太空探索 讲到太空上面有机密 再讲到这个生命起源 回到那个问题 其实呢 就是由我们一些 对于深海的一些细菌的研究呢 又是找到另外一些的 新的线索 就是我们认为那些东西就要吃糖分 就要进行呼吸作用 才能够深层代謝到 那但是其实我们都找到 有些东西是可以吃甲丸的 那于是在那些火山周围那里 就很容易发现 然后然后那些 尽量是在那些海底的火山 那但是原来有些呢 就更简单一点的 我们现在找到 其实也都在一些 深海的那些细菌药本里 我们找到一些 是直接不是需要氧 不是需要糖分 不是需要那个甲丸 是直接是吃氢气 直接透过氢气 由那个分解氢气的途中 去获取能量 来到自己继续深层代謝下去 就是说呢 那种深层代謝的形式 能量使用的模式 是可以跟我们很不同的 我们基本上就透过去氧化一些东西 来去获得能量 去维持我们的深层代謝 但是原来有一些的细菌 它跟随完全跳出了这个东西 就是说呢 它一个生命体 它维持着自己 那种这样的体内平衡 它那种需要行的 那种生化的轨迹 是完全可以很不同的 所以有人就会说 如果我们透过去观察 这些在地球上面 在深海里的 这些很另类的细菌 它那个的深层代謝过程 还有看一下它那个 那个深层代謝物 会排泄到些什么出来 有些什么的化学物 会特别静 如果多的时候呢 会不会那些东西 就可以帮我们去找回 那些这样的另类生物 曾经出现过的证据呢 甚至乎当我们去认识更多的时候 会不会我们现在就基本上 想找一下在火星上面有没有生命 我们就找 会不会有一些深层代謝物 残余在那裡 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熟悉的 生命形式 留下的痕迹在那裡 但现在似乎有一些 我们不熟悉的生命形式 它们会留下另外一种痕迹 会不会 就其实 最后我们是透过去认识 另外一种生命的形式 认识它们留下来的痕迹 来帮我们去发现在其他星球里面 有另类生物残余的遗迹在那裡 那这个我们就觉得 这种的发现呢 我们就会觉得是很 除了了解生命起源之外 对于那个外星生命的探索 有很大意义在那裡 如果有的话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再推远一些 除了甲苑和兴起源 还可能有其他的 这些深层代謝的形式 我只能够说我不够熟了 那 氢 接着甲苑 其实你可以这样想 我们地球上烧得上的东西 我们很多时候烧的东西是有机物 最好如果简单的生命形式 它通常由一些比较简单的化学结构的物质来获取能量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想到氢、甲苑 甚至乎会不会是月汽 甚至乎月醇 那我们知道地球上有细菌是食酒精的 甚至乎食甲醇也有 那它们有它自己的方法去分解它 里面需不需要用到氧气呢 又是另外一回事 有时会要 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作用叫做无氧呼吸 是不是? 我们自己身体都懂得的 我们吸的氧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懂得去走另一条新层代謝的路径 去将我们身体上面的能量 是用一个不需要氧的情况之下去釋放出来 但是釋放得不够彻底干净 那这个就是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的模式 所以有一些我们自己身体也有的机制已经有在了 那我就会说 可能你想得出就是说 任何可以烧得上的东西 分分钟都可以成为一些其他生物形式的 那种新层代謝的路径 嗯 那这一集要结束我们下一集再回来 谢谢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